打开化妆品四抹一下 看起来没什么 里面却是暗藏玄机 立法院中嘉宾吴立华林月勤 与台北市议员许淑华 共同召开记者会 为政府应该落实美容定型化契约稽查 结果多起陈情案的立法院中嘉宾 与台北市议员许淑华表示 受害者大多碰到买卖契约夹杂 无卡分歧融资 进而延伸出所谓的消费纠纷 也就是所谓假行销 争契约调包 这位我们的国君弟兄姐妹们 他会持续追到融资公司的追债电话 他告诉他说 当时你买的这些产品 我们已经全数的货款都交给了该公司 那该公司退不退款是他的事情 但是你欠我们的钱一定要还 而且欠的钱都是利息相当高的 这就是所谓的购买美容品 街头行销购买美容品 结果是什么 是被契约调包 你以为是买课程送化妆品 对方说你是买化妆品送课程 不能退钱 不只钱不能退 而且已经背下了高额的债务 其实看起来像诈骗 事实上在政府的定义里面叫做消费纠纷 在消费纠纷 那其实所以依照他们这种精进的手法 进行这个所谓的行销的手段 不当的行销手段 那我们才会认为说 其实应该跟立法院这边 大家一起请行政院这边 研立一个定型化契约 也就是说未来你在销售所有的保养品的时候 有一个定型化契约可以依循 其中最棘手的在于无卡分期贷款 立法院吴立华建议金网会 因设立专法规范融资公司与消费者签订契约行为 一劳永逸的方法 应该是要去要求融资公司跟消费者 要签订金额一定以上的借贷契约的时候 要将核对的过程做录音记录 包括我到底是跟谁借 我的利率多少 那有没有手续费等等这些重要的资讯 林友群委员则呼吁加强青年学子金融知识教育 避免受骗 我们的学生如果在校的时候 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些金融的知识教育 他懂不懂 否则的话 不管在网路上购买东西 或者事实上是实体的无卡分期的这些状况 都没有办法 去应对的话 那当然就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对此出席的消保处代表提醒消费者 以免费体验试用品诱导签约 可视为访问交易 一规定可以在七天内无条件解除契约 卫富部疾管署代表也强调 民国112年7月定型化契约上路后 卫富部就持续督导地方执行情况 近年1月更含请各地方政府 跟当地消费者保护中心 共同进行美容定型化契约宣导 台北市卫生局代表者表示 从111年到现在 台北市共收到23件类似消费争议 目前以草拟美容定型化契约制评表 预计在月底发文 让业者确认自己的契约是否符合规定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所有的业者来确认 它是不是符合这样的一个契约的规定 所以呢我们也朝拟了美容定型化契约的一个制评表 那我们预计呢在月底 会发文让所有的业者去确认他自己的法 这个契约是不是符合这样的规定 那在地方就是我们卫生局呢 后续呢我们会在今年希望 针对美容业者的契约是不是符合规定 我们也会进行辅导 钟佳斌表示 小宝处提出包括瘦身美容短期补习班健身等六项 都可能夹杂课程与实体商品混合行销 导致年轻学子受害 因此融资公司必须纳入管理 消费契约必须定型化民事 消费与借贷契约应同时终止或解除 唯有从这三方面下手 才能杜绝假行销之名 行诈骗之时的恶行 小心街头推销 严打契约掉包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